玫瑰小竹 玫瑰小竹的朋友大家好 今天為大家示範的是 拆板 重新上板的示範 那今天示範的這一顆蜘蛛是 兩年,上板兩年的 黃罐 那我們先大家看一下這顆蜘蛛的現行狀況 它的牙頭 有點往下 有點朝下長 再來呢,它這邊看起來很明顯 有點走筋 那走筋原則上在鹿角瘀的生存 生長狀態是正常的 那它的牙頭一直往前省 往前長 那營養葉一直在包覆 當營養葉它萎縮了 它沒有辦法 有新生的營養葉下去包覆的時候 你會覺得它的牙頭就有點懸空 就有點危險 很容易斷 那解決根本知道 你就是要把它的營養葉給它養好 那開根長葉 三根半葉 所以呢,養葉就要先顧根 那你根原則上 如果顧不好 營養葉當然是長不出來 那植株呢 原則上可能不會死 但是它就是長不好 那今天呢,我們先來拆 先把這顆先拆除 好 要把這顆先刮到 把這顆先刮到 為了 這顆先刮到 在它,在它們裡 是想到可以召喚 它的 這條 火焦 太焦了 煮 小極 生姜 我們先看看這棵蜘蛛當初的生長狀況 對底層有放一些神木塊 水草裡面又夾雜了一些樹皮塊 類似像這種樹皮塊 這些都是水苔 人質上水苔這種東西 說實在的它並不適合附生植物的生長 那只是因為方便 方便使用 乾的時候質量輕 容易運輸 運輸成本低 所以很多人會喜歡使用 但是如果你是在家自己種植的 建議真的是不要用水苔用太多 水苔用太多 說實在的 你對附生植物來講 並不適合它的生態成長的需求 剛才可以發現 其實呢 因為用了一大堆水苔 所以它的根原則上都摘在水苔裡面 那神木板上面根本就沒有根系 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它的植株在水苔裡面 它可能就是你們乾了又膠 乾了才膠 那膠了又過濕 它的根系一直在那邊長不好 不是乾乾的時候根毛傷害 傷了根毛吸不到水就萎縮了 水分太多的時候又爛根 所以它一直在那邊重長 重長 所以它永遠都是長不好 那你會發現 你的植株永遠就是 不是沒有營養液 就是只有兩片營養液 為什麼 因為它的根根本沒有辦法支付 支持這麼多片的營養液生長 所以它只好萎縮 只好先行把它萎縮掉 那為什麼它會一直出手 因為它想生存 它想繁殖 所以它除了包子葉 下去做一個繁殖的動作 那這有點像那個 天空石壺一樣 我給它獻水 那它覺得要死 它們就會努力開花 延續下一代 一樣的意思 那這種狀況 一直這樣子循環惡化 你的植株永遠會長不好 這一堆是不需要的 那拆完之後呢 大家看一下這個植株 它的根原則上就是這樣子而已 原則上它的根 這樣看起來有點像不健康 為什麼 因為如果真的健康的根 它是散開的 是平均散開的 它現在還是維生整球 為什麼 因為它根本長不出去 它根本長不出去 那水苔的量 差不多這樣一個拳頭握起來的量就夠了 這一株也算是大株了 我再怎麼剝也剝不下去 因為它根本長那麼大 那我們就這樣子 去做重新上板的動作 那在重新上板動作之前 我們先看一下這個植株 因為它的牙頭這邊走近有點長 這邊有點長 等一下我們再用整領包把它做支撐 好 一樣 上風格版 那工具呢 就棉線 看一下 夾子 還有剪刀 夠了 那夾子呢 原則上如果你外面買的夾子是直的 不是彎的 其實可以找到有彎的 好 那如果是買直的沒關係 你就用那個虎頭鉗 直接夾著把它拔彎就好了 因為彎的會比較好綁 那這株頭比較大呢 我們一樣擺中間大範圍 所以第一個綁線之頂 我把它選在這個位置 那先遇穿一條線 在這裏 那形成一個環 這個環 這個套環 準備上板 那 上板前呢 因為它這邊水苔 這邊水苔量已經很多了 所以原則上不需要再補任何水苔了 這樣子水苔已經夠它 著根路板前的需求 那這一株因為它已經是兩年的成株了 那一直沒長好 所以我們需要一個非常手段去促使它開根 它才能繼續長葉 那 那 最簡便的方法呢 就是加開根粉 那 如果今天 你是上板所謂的盆苗 人家3.5吋的盆苗 那種小苗 原則上開根粉就不需要了 為什麼 因為那種幼苗蜘蛛呢 原則上它的成長能力很強 它不需要開根粉 它自己會長大 但是像這一種已經被 放置在那邊兩年了 它一樣都是長不好 我們就是要用非常手段 讓它強制長根 強制再開根 你要開新根才會長新葉 你一直維持它這樣子根系原則上 它永遠新葉長不出來 上板塊像是這樣子 然後 放在這邊 我滴 滴到線先壓過去 那因為這一株呢 牙頭有點 已經有點 往下垂了 所以我會刻意把它 把牙頭再往朝上 最原則上 用 用線下去做控制就可以了 把它控制一下 它就 就可以 微調它的方向 那 公格板 綁直出很方便 你每一個支點 你都可以綁 那 都可以穿 那盡量拉緊 喔 公格板的支架 如果你用線 可以把它拉到 斷掉 那你可以拿來跟老闆換 喔 那如果線斷掉 老闆不會賠 因為這 這每個支點呢 原則上 承受的 力道至少都有10公斤以上 可能更強 那 每個支點都可以綁 所以你就是盡量 盡量把它綁到牢就對了 也沒有什麼說 你一定要把它綁成什麼 心製型啊 圓弧型 都不需要 反正你就看到哪邊鬆了 你就往 引線就往哪邊穿 盡量綁緊就對了 那這一點很重要 附身植物附身在附身物上面 他就是要覺得他很穩固 很安全 他才會願意開根掌葉 那如果他認為說 他附身的物體 戒指 會鬆動 原則上呢 他絕對不會開根掌葉 為什麼 因為他不需要花這麼多力氣 那麼多養分 去開根 結果呢發現他的 他的生活環境 對他並不安全 所以你綁得越緊 他的存活率 跟他的長勢會越好 那這一點呢 是關鍵 所以呢 我一直在說 盆植不是不行 只是你在盆植之前呢 你的根還沒有把戒指抓緊之前 你的戒指是浮動的 那時候你要先把你的戒指 先穩固好 植株認為說 安全了 他才會開根 一旦過了開根 穩定之後 那原則上那一盆 一樣可以長得很好 只不過呢 原則上 我的認為 鹿角角是長在樹上 長在海底上的 那你把它裝在盆子裡面 他就是 改變了他的 原始的生存的狀態 多多少少都會變形 所以很多市售市面上賣的盆子的鹿角角 有些品種真的不適合盆子 那你把它盆子 原則上那個形狀都變形了 變形的植株呢 除非你認為說 這樣子狀態可以 不然的話 他的形態就是這樣子 就有點畸形 改天如果 植株越大 你想把它上板 說實在的 你要再讓它回復到 漂亮的樣子 上板之後 回復到漂亮的樣子 至少要半年到一年 有可能 永遠都不可能 為什麼 因為 變形太嚴重 你上板一個不小心 可能就把他整個根都折斷 整個筋都折斷 也就是說你 強制給他斷頭 這不是 不會發生 會發生 因為 他整個形態是 有異常 並不是他真正的一個 原生的一個生存狀態 所以做盆植株呢 你如果要購買 真的要慎選 那如果買了 想要把它上板 喬那個狀態 就類似有點像牙齒矯正一樣 你要用線慢慢綁 慢慢喬 給他時間 他會長回來 但是呢 如果喬的不好 太快呢 可會折斷 太慢呢 你可能要等好久好久 他才會長出 長出正常的一個型態 一個樣子 好現在 這邊 綁好了 牙頭有點 牙頭就朝上了 牙頭朝上了 那現在我在準備整臉包 好這個整臉包呢 玫瑰小子自己搞出來的 原則上就是 取代 一些上板的人呢 在 板子上面又塞了一堆水草 水草 原則上這樣子真的是不需要 而且 真的只是 多餘的 而且 影響生長 那因為這個植株比較大 所以呢 整臉包的分量會用的比較大 大概這樣子 抓滿之後呢 折半 預留看看他的大小 這樣塞進去差不多 所以 成豬呢 原則上就是 大包一點 那 有附的 有附一條線 把它 綁起來 不要在那邊 不要在他的臉部再塞了一大堆水草 其實整臉包有沒有需求 其實 如果你不用其實也沒關係 不用沒關係 不用沒關係 但是不要去塞水草 好 你不用還好 只是 長臉成型的時間慢了一點 那 你用水草塞了一大堆 把它包得好圓好圓 我說實在的 你那一顆 可能小豬的時候還OK 因為 葉子還沒包好 水草還會乾 改天葉包起來了 水草不會乾了 根也爛了 葉也爛了 所以 植株越大顆 就開始停滯生長 那不然就掛了 為什麼 事情很簡單 因為水草用太多了 那 這一點呢 原則上 我都有經過測試 那 可以 信的人 可以去試試看 那 用了 你改天會發現 其實鹿鹿角角 要把它種漂亮 不難 我現在為什麼說 不是種活 因為有人覺得說 這樣子 這樣的植株是活的 但是 在我認為 這樣的植株是不美的 它健康 這樣子把它塞進去 那 這樣子 塞進去之後呢 等一下 我再用線把它固定起來 那 至少我可以讓 它這個 走晶的這個狀態 線型可以獲得一些改善 那 剛才說過了 最終 最終改善的方式 就是 等它開 長出新的葉子 長出新的葉子之後呢 它自然就有 自己 葉子就會產生支撐 它整個植株的一個樣貌 它就不會所謂的斷頭了 這個等一下包起來 那 大豬要有大豬的整點包 包起來呢 第一個 斷頭的地方呢 也才不會出現問題 那這兩片營養液原則上 已經快要掉了 因為很乾了 應該是放好幾年了 放兩年了吧 那 不要把它去掉 盡量保全它 因為呢 鹿角角會 演化成 長出 那個營養液包覆根部 不是沒有道理 它就是要保護它根部 保持它根部的一個 水分 的濕潤 的濕度 那 乾燥 乾燥後 老化後乾燥後 它會變成它的戒指 所以呢 原則上 人流就盡量流 不需要說 覺得它這樣子看起來 髒髒的 醜醜的 你把它 把它給它 剪掉 不需要 人流就盡量流 這個是 他們自己 他們自己生產的戒指 不是 是任何戒指 比不上的 好 那 那整臉包 再包 因為它這個 植株夠大了 而且有這兩片 營養液的支撐 所以我整臉包 就沒有額外再去做 綁 固定 綁住的一個動作 我直接就是用線 跟它的葉子 直接把它綁起來 反正呢 就是 一樣 綁緊就對了 不管你怎麼綁 反正 風格板 每個支點 都可以綁 那 你就是 一條線 一個夾子 一支剪刀 怎麼綁 就怎麼綁 那綁完之後 大概是成這樣子 大概是成這樣子 那 上綁完之後呢 就馬上去澆水 把它淋到濕 為什麼 其實讓鹿角絕不怕水 只是因為你們用水苔 用很大的量 所以你們怕說它太濕 悶了根 所以你們會說乾了再澆 其實上乾了 它根毛都受損了 你再澆它也是死掉 重新再長 那這樣子的循環下去 蜘蛛真的長不好 那 現在我先去澆個水 好 好 那今天示範呢 到目前就差不多高一段落 那這株呢 也是我第二顆種的黃冠 那 今年南展我有買了一顆 三點五吋的一個小苗 應該是三吋吧 三吋的小苗 那原則上 可能可是小苗長得那麼大 也需要一年到兩年的時間 那 能夠露成豬 真是很幸運 但是你要好好的去照顧它 不然說實在的 這顆蜘蛛有可能是三彩豬 那我非常的排斥三彩 因為沒有需求就沒有傷害 既然台灣有能力 可以培養出這麼多的盆苗 那不需要去買三彩豬 那我看到在網路上看到這顆 那原則上它活得很辛苦 所以就買下來了 那買下來 但是又要把握把它種活 把它種好 那這一顆會列入我的紀錄 那今天的示範就到此為止 謝謝大家 謝謝 好 小苗 好 我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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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嗯 谢谢观看